大家好,我是Mr. Adam & So 今天會跟大家說 S2 5th Class from Exercise 1C 比的應用 Application of Razor Part 9 最後一部分就是 Part 9 好,審題 好,當然,先寫下1比27 一條路徑在地圖A上的長度是4Cm A求該路徑實際的長度 答案以米表示 好,當然,先寫下1比27 然後大家會把比乘4Cm 將兩個行 27,000都是4Cm 你承認後會看到一個比較大的數字 就是過18,000,萬 10萬就是108,000 那怎樣處理它呢? 當然,寫下我們最有認識的就是 1米等於100米這個說話 OK 好,接著我們用歸1法 就是左右手除100 這樣的話 1超過100米 就會等於1Cm 然後我們又是左右手 一起乘108,000 當然,我們就會有108,000 Cm 而旁邊 就當約選了之後 就是有108,000 那麼多米 那麼我們就把108,000 Cm換回108,000 那麼4Cm就是比108,000 那麼我們做完結論 所以實際長度就是108,000 這樣就是A Parts搞定 看看B Parts 若地圖B的比例測試 1比36,000 求該路徑在地圖B上的長度 OK 那麼我們看一條同學看一看 要小心一點 那麼該路徑到底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剛剛開手的時候 他講了一條路徑 我們都知道 這條路徑的長度 就是108,000 米的 而我們要找的地圖長度 我們先切成X 所以 別人給了一個比 就是1比36,000 就會等於地圖長度 就會是X 比108,000 米的長度 OK 好了 那麼現在的問題就是 這個 比就可以寫成一個分數 對不對 那麼就是X 108,000 米 那麼大家記得 兩個分數相等之後 就靠差相成 好了 然後我們一起 左右手 就隨意36,000 你拍完計數記 你就會知道 X就會等於0.03米 然後我們又寫回 我們的名句 就是我們知道的 1米就等於 100cm 好了 但我們現在想知道的 不是知道1米 想知道0.03米 那麼左右手是0.03 然後當然 就是0.03米 就會等於3cm 那麼我們當然要寫回 所以X就會是最後答案3cm 好了 總結一下這條數 我們會比例測 比例測 我們有時候找4cm的時候 我們就是從1比27,000 我們兩個行都成了4cm 因為公因子不影響比 OK 然後有時候 我們成為一個很大的cm 數字 我們就是憑著我們認識的 1m等於100cm 慢慢推輪 OK 也有可能 就是人家給了一個實際長度 找回地圖的長度 在這個情況 其實我覺得是較易做的 寫回兩個比 就是它本身比的比例尺 當然你搞清楚 哪一個是地圖長度 哪一個是實際長度 通常前面那個是短一點 後面那個是長一點 前面那個就是地圖長度 實際長度就是後面 除非反過來是模型 OK 我們總之記住 地圖長度前面 甚至後面 好了 接著兩個份數相等 交叉相成 你會計到0.03m 0.03m很容易找的 因為我們知道1米等於18cm 所以 當我左右手成0.03m 我就知道0.03米 其實就是3cm 多謝大家 拜拜